冰骨外侧高级症 实际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 它就是说 就是这几年呢 就是慢慢引起一个医生的一个重视 其实以前呢 它也是混在这个骨关节病里面 进行治疗的 它呢主要是 主要就单纯指的就是 就是冰骨尖细外侧这个地方 由于它这个韧带的一个张力高 造成一个这个冰骨外侧尖细的一个狭窄 这个地方压力比较高 造成这个地方的软骨磨损 以及软骨下骨的病变 那么从而呢 产生激发产生症状 那么它和一个骨关节病的一个区别呢 它决限于一个冰骨的一个外侧 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 就是说特别到特别和一些骨关节病 晚期的一些病人去鉴别 有些骨关节病晚期的病人 实际上它的症状也是决限于外侧 这个时候你其实做一个小手术 把这个外侧松减一下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做 一些更大的一些手术 所以这个呢 相对来说就是临床上面 还是女性比较多见 女性呢它本身一个冰骨的位置比较偏外 它这个骨骨发生比较浅 所以它这个发生这种病的这种人特别多 治疗也是分为一个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早期如果这个 软骨的一个破坏 如果不是很明显的话 那么可以采用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呢也是加强一个 肌肉力量的一个锻炼 那么同时呢辅助一些药物 药物呢以肺宅体内的抗炎药为主 那么辅助一些 安基葡萄糖之类的一些软骨保护剂等等 那么 如果保守治疗 保守治疗如果没有效果 那么就要考虑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切开这个冰骨外侧支持带 那么起到一个减压的作用 是它这个冰骨内外侧的一个锁定平衡 那么让这个就是冰骨